龙翼年前 台糖肉品爆发了瘦肉精的疑云 国民党团就提出 希望在立法院二十号开议前的十七号 先邀请行政院院长陈建仁来做食安的专案报告 并且将会要求十六号来进行朝野协商 不过目前呢 并没有共事 所以这个协商可能破局 也恐怕会影响陈建仁上台进行施政报告 台糖猪肉在农历年前减出瘦肉精风波 立法院二十号开议 国民党团提出 邀请行政院院长陈建仁 十七号先到立法院进行食安专案报告 并且将发文要求十六号进行朝野协商 不过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认为 国民党团是不懂程序 协商可能破局 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无可厚非 而且呢 这个时间本来就已经是年假 已经开工了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在反对什么 难道他们觉得他们还应该再继续休假吗 重点不是院长来报告 院长不来报告 包括地方政府在喜安的团队上 到底去有任何问题 应该一定来说明 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思敏表示 行政院长陈建仁施政报告是否能够上台 要看协商结论 恐怕成为立法院新会期的第一站 另外开议后遇到的第一个人事案 将会是NCC委员的人事同意案 根据了解 总统当选赖清德跟总统蔡英文 将会在年后展开双边沟通 人选目标希望能够适度缓和朝野对立氛围 赖清德初五到屏东参乡发放福袋 他也表示未来会跟地方县市首长 立委等伙伴 不分党派共同推动各项建设 赖清德上任之后的隔魁人选也备受关注 立委立委表示必须要具备沟通能力 是否具有民进党籍并非关键 记者韩英谢正琳综合报道